大家好,欢迎来到绿眼睛频道 今天绿眼睛将为大家带来 蓝迪奥顿的故事第28篇 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点赞与分享 你的支持是眼镜凶的动力 在上期故事中 因为罗德与迪比亚西的干预 导致蓝迪成为了首位被淘汰的选手 失去了夺下WWE冠军的机会 Legacy之间的和谐关系也因此变得岌岌可危 而为了纠正自己的错误 蓝迪决定自行清理门户 于是就在以Legacy一同出战的时候 蓝迪倒戈相向对罗德执行的高价DDT 并未前来争执的迪比亚西投下了RKO 接着便步向了入口处 看着自己一手创办的Legacy失去了比赛胜利 随后三人江之间的矛盾 带到了第26届摔销狂乐主赛场 在罗德与迪比亚西的合作无间之下 蓝迪很快便失去了作战能力 被两位徒弟打得无力反击 然而就在大家都以为 有徒弟肯定就没有师傅 更何况蓝迪还有两位如此败家的徒弟 肯定是必死无疑的时候 各怀鬼胎的罗德与迪比亚西 很快便对蓝迪的压制权力产生了分歧 两人互相进行了攻击 顿时将一旁的蓝迪抛制脑后 而蓝迪则在得到了充分复苏后 使出各项劫技将两人打得措手不及 但就在利用背击者将罗德击落 并准备执行大招RKO的时候 却被台下的迪比亚西拖下了比赛擂台 所幸乌龙摆出的罗德出现了失误 敷倒了迪比亚西让蓝迪摆脱了困境 而蓝迪则向两人执行了Double DDT后 一脚抱头了罗德 在为迪比亚西完成的大招RKO之后 蓝迪赢下了比赛胜利 并迎来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 在利格戏解散之后 弃暗投明的蓝迪在希娜面对来自野兽Bartista 以及杰克的斗争中伸出了严手 就在处于弱势的希娜成功替换下蓝迪后 骁勇三战的摔三代 使出Power Slam以背击者控制了杰克 并在野兽进行干预时 向其回敬了RKO 接着在以第二次RKO投下杰克后 蓝迪顺利完成了压制 以希娜携手击退了两人 而这位被蓝迪打败的杰克 却在后来的Smithout比赛上 趁着受伤的Jellico 被X撞的不行人士的时候 对线的公文包合约 轻易地成为了新任大金腰带统治者 而对冠军极度渴望的蓝迪 则在接下来的落节目中 获得以杰克对战的机会 只要摔三代能够赢下这场比赛 就能在极限规则主赛场 正式挑战杰克腰间上的大金腰带 可让蓝迪意想不到的是 当初那位初出茅庐笑脸赢人的杰克 竟在比赛过程中 让对手赐下了不少苦头 甚至在执行的DDT与背击者之后 杰克依旧保持着作战实力 破解了大招RKO 还向蓝迪进行了泰山压顶 索性就在杰克准备投下炸弹摔的关键时刻 蓝迪使出RKO逆转的局势 在最后一刻反败为胜 赢得了第一挑战者的位置 而来到两人的极限规则比赛中 正经百战的蓝迪依旧保持着作战优势 无论杰克以任何极限方式做出打击 蓝迪都能一一化解 并以奇人之道环制奇人之身 可就在蓝迪准备在铁蚁上 让杰克享受RKO的时候 杰克却做出了抵抗 将蓝迪摔向了铁蚁 并在蓝迪失去能力后 杰克投下了炸弹摔 导致蓝迪失去的意识 被杰克完成了压制 成功捍卫了世界重量级冠军荣誉 来到极限规则比赛后的 WWE选秀活动中 长矛Ed回到了洛阵营 因为曾经的战友蓝迪 线上了见面里Spear 导致蓝迪失去了挑战CINA的机会 于是就在Ed的脱口秀节目上 蓝迪来到了现场 准备向Ed做出报复 并在登上比赛擂台后 将不时序的嘉宾维恩布雷迪 打出了RKO 一旁的Ed 则立刻做出了解释 正称向蓝迪的比赛做出干预 其实是为了让野兽 能在Over the Limit比赛上 以CINA进行厮杀 而蓝迪可以选择 重新加入Raider RKO 两人携手复制过去的辉煌 再次统治WWE 然而对于Ed的花言巧语 已经不是三岁小孩的蓝迪 显得毫不在乎 并准备使出RKO 打击眼前的长矛怪 而却被对手抢先一步 使出Bigfoot踢倒了自己 索性拥有感应能力的毒蛇 发现身后的长矛 正准备使出Spear扑向自己 于是蓝迪先发智能 反击了RKO 将Ed摔得不省人事 而为了对蓝迪的行为 做出惩罚 Ed找来的背后的女人Vicky 好 得知心爱的长矛 被蓝迪这么欺负 Vicky感到非常的不爽 认为蓝迪的这种行为 是不可容忍的事情 而为了让蓝迪也感受一下 被欺负的感觉 Vicky为其准备了一场 浪分比赛 摔三太将在接下来的赛事中 面对Ed以及迪比亚西 可就在比赛开始不久后 Ed便被蓝迪送出了比赛区域 失去了作战能力 若单的迪比亚西 本想就此气战而逃 但却被R2挡住了退路 迪比亚西被迫回到了比赛擂台 乖乖吃下了大招RKO 将胜利献给了蓝迪奥顿 接着蓝迪便将目光放到了Vicky的身上 并缓缓的步向这个吵死人的大喇叭 而Vicky则在多次呼喊身边的Ed 都没有得到回应后 恳求蓝迪不要伤害他 作为条件 他将会辞去总经理的职务 而就在蓝迪迟疑的时候 Ed站了起来 蓝迪立刻做出了反应 打出了RKO Vicky则快速逃出了体育馆 就在这场浪分比赛获得胜利后 蓝迪又与对手Ed玩了一场 选择你的毒药比赛 两人将各自为对方选择一位对手进行比赛 然而就在Ed傻傻的以为 Christian就是蓝迪的选择 并以他打了个天翻地步 费了九牛二斧之力才拿下对手后 安迪这才散散来迟的向Ed给出通知 表示他很高兴Ed可以赢下比赛 但他不知为何Ed要与Christian进行比赛 因为他的选择根本就不是Christian 于是上纵声响起了 送账者来到了现场 现状后的Ed顿时被吓得两腿发暖 并退下了比赛内台 而就在主裁判示意比赛开始后 对于送账者的尊重 Ed选择通过计时让送账者不战而胜 然而就在长矛怪以为 这样就能全身而退的时候 Christian却把他送回了比赛内台 让送账者执行的大招锁喉摔 而为了对兰迪做出报复 Ed选择了他认为最能打的世界重量级冠军杰克 好 带着大金腰带的杰克 虽然已经很努力很用心的想要打败兰迪 但眼前这头狡猾的毒蛇 却把杰克搞得筋疲力尽 并在打出了高架DDT后 准备以大招RKO终结对手 可长矛Ed却在这时干预了比赛 以兰迪纠缠在了一起 并在混乱中使出Spear撞倒了兰迪 接着便摆出了胜利的姿态 肆意会在Over the Limit比赛上 让兰迪得到更悲惨的下场 来到2010Over the Limit主赛场 兰迪迎来了与Ed之间的正式对决 而就在两人开始了对抗之后 兰迪率先拿下了比赛主导权 在连续将长矛Ed撞倒后 将其头部进行了踩踏 而就在经历了一番肆虐之后 被折磨的苦不堪言的Ed 退下了比赛擂台 把兰迪引到了观众席 Ed向其做出了反击 接着就在两人重新回到比赛擂台后 Ed使出多个招式打击了兰迪 但就在两人来到神顶纠缠不清的时候 兰迪绊倒了Ed 导致长矛向击中了柱子 兰迪立即使出被摔击落了Ed 接着再以Power Slamp将其狠狠摔下 但下一秒便被一脚Bigfoot回进了自己 可兰迪依旧保持着作战能力 成功使出高架DDT击落了Ed 但由于压制地点不太理想 导致Ed轻易就能触碰到绳索 阻止了裁判继续的独秒 并来到台下向兰迪做出了打击 然而就在Ed开除马力 准备撞出大招雪儿的那一刻 却被兰迪狠狠一脚踢中了头部 而就在兰迪不停地拍打地板 肆意使出RKO的时候 可能是用力过度 导致兰迪还没出招 便弄伤了自己的手臂 于是帅三代来到了台下 试图让自己重新恢复 但长矛Ed却不肯放弃 想趁机使出Spear干掉兰迪 可却被兰迪做出了闪避 Ed直接一头砸下了围栏 由于两人已经超出了计时 主宅判宣布比赛结束 双双被取消资格的两人 以核局收场 揍伤的兰迪则在裁判们的护送下 安全地离开了比赛区域 而在这场没有绝奇的对抗结束后 兰迪与Ed之间的斗争又会如何发展 帅三代又会不会一直浪费时间 在没有冠军加持的斗争当中 丽远镜会在接下来的影片中 为大家一一道来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对兰迪奥顿的故事有所了解 欢迎留言与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